大家好 今天是8月2日 星期四 港股 也是下跌 不過 在說股市之前 我想先說回 騰訊和信譽的情況 因為看到很多朋友 都詢問 兩隻股份的情況 讓我 我講一下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也是拿著貨 還有 我也有些感同身受 我講一下我的看法 我也拿了貨 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接著在高位 也有拿貨 我想信譽現在買入教育計 我也應該要坐在艇 騰訊我真的不要記得了 因為已經分過很多段時間去買 今天再跌下去 騰訊 曾經最低落過去 好像340.4 這些位置 接著又回升 信譽基本上 也是估得很狠 好像每次收到 是回升 其實現在這兩隻股份 跌 是 我想要逐次去講 先講到信譽 因為信譽比較上 都比較容易講 什麼為容易講 因為 今天有一份大法報告 就是匯豐那邊 匯豐證券 他又看信譽 140元的目標價 裡面也提及到 有些地方 例如說 行業競爭很大 因為他裡面很有趣 說到什麼情況 現在信譽 有很多模組 它是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太厲害了 所以變成了 很多的手機 或者很多公司 之後出的手機 基本上都用不到 這麼厲害的模組 還有就是 競爭泰國大 就是這些的因素 我看完之後 其實我的反應就是 有點而言 好像說一些 項目 老生常淡 你都見過了 這些 不過比較深厭的就是 他的手機太厲害了 所以沒有手機可以用得到 可能暫時的手機 用不到 但我開始想 既然他出的這麼厲害 一定是有些客戶的要求 他才可以做這件事 你說回到 今年下半年的時間 小米、華為 這些都會出一些新的手機 所以 這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 反而進一轉來說 就是 現在開始很多人 我想不要說行不行家也好 甚至乎一些行家也好 隨著他的股價 持續下跌 是大家會找到很多的理由 去解釋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我就覺得 問我自己的話 我希望找一些 即是能夠說服自己 為什麼會跌的理由 因為 基本面 我想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大家都會明白 但是你說它跌 是否因為業績不行 那業績行不行 那業績行不行 公司是回到 即是好像 13日出業績的時間 就自有分曉 到時大家也可以看看 一盤數 大家就再交流一下 看看 這間公司是否能夠持續 但是 我自己又從你一個角度去想 因為 其實這段時間 我覺得 你可以入筆水沽的量 其實是厲害的 騰訊也好 信願也好 沽得厲害的 那見到什麼情況呢 如果你是以今天為例 這個 我們說的筆水 即是那些成交量 其實佔了這個 信譽三分之一 說三成多 即是三成多的 那個 叫做成交量 來自信譽 所以 筆水沽得更近的時間 你自然 你的家 就會被他們沽殘了 現在出現了這個現象 騰訊也是 騰訊 其實騰訊沒有說 信譽這麼明顯 騰訊 他沽成交的佔比 五分之一 即是說 今天一百四十日內 有兩成 是來自這個筆水的 而當中 他真的沽多一個買 你看到筆水沽的量 是湖廣通 正沽出 差不多十七十八億 今天來說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的家公司 基本上是好的時間 我就不怕錯 這是我一向以來的想法 當然 你說和買入價比 可能很多朋友 是四百零元買的 我見有一位留言的朋友 四百零元買了 騰訊 136.5 是這個信譽 我明白的 即是現在拿著課 先是 有些 爛底 甚至乎 好像覺得 跌得很誇張 你覺得好像是騰訊為例 即是每一股 輸得差不多四五五十十元 有些朋友 可能買入價比一支高 是賣入價比一支高 是看起來 好像輸得很大切 如果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只有兩個選擇 一 止蝕 二 繼續拿 但是我自己 我會堅持繼續拿著 我就不會做止蝕 尤其是這兩隻 因為 可能在我心目中 這兩隻還是一隻 值得拿的港股 是的 其實 我昨天 好像說 我買牛證 可能大家會覺得 幸好你沒有買 不是應該 輸了 但是我昨天也不是意氣弄視 我想我自己的想法 其實港股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今天你覺得港股跌了什麼 A股跌了 A股跌了比較多 港股是跟著A股跌 很合理的 但今天是 全部板塊 很多板塊都跌下去 你跟我說 因為A股跌 而它跌下來 我覺得又不太合理 是不是因為純粹貿易戰呢 我想現在 看整個市場裡面 都是純粹貿易戰的消息 影響到港股這麼深 還有你看到環股這麼多地方 港股和A股特別差 還有今天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上載的時間 人民幣的匯價 是沒有一點跌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也嘗試 找一些理由去解釋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對於港股來說 但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找不到 除了迷戰這個因素之外 但這件事情 大家現在很害怕 你說是不是需要害怕呢 我見很多朋友留言 都說 Donald Trump是狂人 有些人說 如果他不聰明的話 那麼容易猜 他又不是美國總統 那是合理的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 如果他那麼窄的話 我經常覺得 做任何事情 不要低估別人 特別是這些職位 所以阿金仔 金正恩那些 我不覺得他窄的 我覺得是 你看一下他 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 能夠坐在這個位 北韓這個位 那麼穩 一定有些個人之處 我永遠是不敢看小別人 所以我對於Trump 很簡單 大家覺得現在 好像打壓這場仗 我反而覺得 就是 都是那一句 我覺得是打不成 打不成的 甚至乎 現在的市是比一兩句話 影響到的 是啊 今晚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 按道理 這一兩萬 就有 之前 一百十億美金 的關稅 兩成半的關稅 一百六十億美金 應該今晚就會宣布出來 因為他們經過國會的民眾諮詢 國會 可能別人會再派 這樣 看看是否 先發展出來 那 你那二千億 是否到最後兩成半呢 我也是那句 我是有保留的 有朋友說 那不是 之前有一些關稅 減了 抵消了嗎 抵消不了的 是的 這一點的變相 可能有輸入型的通脹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是 是否好還是不好呢 我只可以說 現在這一刻 對我來說 那些投資的錢 我覺得那些事情 會很快 有機會會沒事 兼斥 可以彈 是的 當然 大家 到最後 是否真的會彈 不知道 大家 一起 拭目以待 好嗎 但是你說 我是否很害怕呢 我就不擔心 還有 也是那句 對於我來說 這些投資的錢 是 真的可以說 是另一注資金 無論如何 大家要留兩手準備 我自己 留一注資金 就是 如果我解決市場 真是不幸運 再跌下去的時間 我會再加注 是的 我會這樣做 所以 我現在的計劃 也要輸錢 今年連了一注資金 我自己的計劃 也要輸錢 但是 沒問題 你說在這些市場 你說是否要害怕呢 是要懂得害怕的 但是 我覺得 真的 嚇到我 這幾下 那 大家再 沒有 再看看 如果說真的 大家如果覺得 真的拿著這些課 是很害怕 怕到可能你說擔驚受害的話 那我會建議 你不如先沽下去 是的 投資 或者炒股也好 不應該令自己 心理壓力那麼大 是的 這個是 我又 叫初學的時間 一個的想法 這樣 這樣 那我就慢慢回答大家 一些問題 因為大家都 我想想知道 事情是怎樣 回答的 我再講解一下 好嗎 有朋友 騰訊和 2382 你問我 我都覺得 我不會理會他 這樣 我再下 345為他奶 最近是推介股份 不過 升一日跌一日 還有這一隻 相對安全的 是的 我覺得這一隻 又是死不去的 現在是很有趣的 現在選股 要選一些死不去的股份 才甜 市場是真的難搞的 是的 難搞的意思是你很難看 你真的不知道 大家真的不知道 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可能會整個市場 翻天覆地 是的 11號 恆生也不擔心 不過他之前 現在這幾下 下來 都是好事來的 起碼 過業識之後 如果解釋出來的業識 不是那麼好的話 那如果他也有回 這些位置 有一定的支持 還有 收息就OK的 不怕的 是的 有朋友也說 現在買貨 買貨 拿著騰訊 那些是否 抓死 其實沒有的 我也是那句 平常心 我覺得 我都會先拿著貨 是的 有朋友也說 一動不如一靜 我同意的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的騰訊 和信譽 我本身 都OK的 多貨 不過 我經常都說 我想加訓 不過我真的 忍一下 首先 等業識出來之後 再決定加定 怎樣做 另外就是 有邦 還有 有邦 有邦 應該都快出業職 按道理 應該不會差 有邦 現在的股價 也有回調 但我覺得 以長線來說 都OK 不過 現在這一回合 入市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一回合 市況 實在是 有些變數比較多 特別是 要駁貿易戰 這件事 是沒有事 當然我覺得 是沒有事 不過 大家再看 今天 銀余跌得多 跌得多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 永利的業績 還有 這些大行 雖然增長數字 是OK的 不過 貴賓廳那邊的收入 做得不太好 有機會 市場不好的時間 貴賓廳那邊的業務 會比較差 所以 令銀余和 永利的股價 跌得比較多 不過 現在只剩下 58 57.2 那些位置 60元 以下的銀余 是直博的 我覺得 可以開始 撐一下 唯一變數 都是市 到底是 跌定了嗎 我先說到這裏 那 市場 現在 是不是跌定了 我覺得 如果大家看圖 我想看圖 跌穿了這條環區 278到2900 這個位置 是有機會再增加 不過 其實現在看這些因素 都沒有太大意義 最主要就是說 現在 都是特朗普出來 說一句說話 剩下任何一件事 現在是 是的 其實業績 這件事 都這麼說 業績這件事 對於騰訊 信義來說 是有幫助 即是如果出來是好的話 你就會彈 一定一定的事 不過 彈也好 整個大小 那個trend 如果還是被貿易戰 拖累住的話 那就麻煩 真的很難搞 所以關鍵是 究竟這件事 到最後 就是 玩下去 還是不玩 我也可以說 我覺得會 談一件事 至少短期 談一件事 所以 這個也可以說 是支持我 我還會拿著股份的原因 是的 有朋友先問一下 人民幣對於700和2、3、2的影響 按道理 就看看他們本身的單 例如 假設單價是用什麼計算 例如 對於這個信義來說 他們的客戶比較多 都是內地的 叫做手機公司 對於這件事來說 影響又不是那麼大 不過 可能有些原料 即是CMOS 可能是由外面進口 這個可能對於他們的匯隊那邊 因為他們是用美元做米回來的話 可能成本 高了 但這個 我相當對於他們來說 有限數 所以我也不是那麼擔心 這件事 是的 有人又說 緊密關係 即是經常都說 又說緊密關係 那 講這個 騰訊 經常都說 跟內地關係比較密切 那些東西 就說得斷看好 之前又 例如四粉 三八十一分 現在又看好 現在又看好 這樣 我覺得 那間公司 對於我來說 不是股價 即是 我不是那些 股價跌的時間 就說 那間公司的業務不行 公司升 我就等於股價 等於那間公司是好的 我不會做這些 我想 如果公司是好的話 其實股價跌下去 我不會多拆腳 我想大家都會看到很多 股價升的時間 或者說 那間公司很好 好 那間公司又說 公司不行 我想 我不是這些人 我只會這樣說 那是好的 我不會覺得股價跌 因為股價跌 記住股價跌是市場 一個情況 還有就是說 可能我估值上 他覺得他貴 等於信譽 信譽 那些行業說他貴 那股價跌 但是 如果真正是OK的時間 其實這件事 不是一個 因素 OK 所以我仍然會先拿著他 Gina哥 1672 今天跌很多 但是我也說一句 要選藥股的話 有很多選擇 而且我價格調了很多 你買其他藥股 好過 買這隻 反而我也覺得 不要保留 有朋友 有段文說得很詳細 我先謝謝你 我很感激你 大家的交流 是很感謝你 願意留這麼大的留言給我 我看完 那你說 那個高手 那個老人家 我也覺得他是的 還有 有時候 那些老人家 就是很兩極化的 有些老人家 真的很厲害 我也見識過 但有一些 可能很多 連股靈也好 都有一些 叫我放不下 是的 但是 你那位 你讀巨慧眼 可以在下跌市之前 就快點貨 或者是 沾了個帳戶 我覺得OK的 但是市場 我覺得 還是小心一點 始終我都覺得 現在只是為止 那些因素 不過 也是 那句 我覺得 在今年下半年的時間 還有機會多炒 但是 下年我真的在那裡談 而且 我也重新回 我想著 之後 可能 假設 如我所說 真的 在今年下半年的時間 可能我都會 儘量減一減 港股 我想著投資 其他地區市場 因為 港股實在是令我覺得 很多人說 失望 不知道 失望 我每次都忘記了 但是我覺得 香港市場 現在太受不遂影響 這是真的 所以我也想顧這些貨 另外 有朋友很好 他有很多營 就是有一個組合 領展 恆生 加順宇 另外 貝謙有三分 其實我都很感激 這些朋友 有這麼多 我都會看完 我都會看完 現在這一刻 其實是好 但你要留意 公司 往外的發市 是否也會這麼厲害 所以 前兩隻 是可以的 第三隻 就是看時間 但是 一兩年時間 我都覺得 收貨可以的 另外 不好意思 比較多 我都盡量回答 瑞昇 我看法也不太好 瑞昇 我真的看法是一本本 3319 亞居樂 亞居樂 這個 服務 現在這一回合 服務股都還可以 當然 你可以說 房地產不行的時間 真的差點 但是 我覺得 都有貨 先拿著 這些 按道理的基本面 都是OK的 不差的 所以可以先拿著 3月0出貨 就是騰訊 我想在說之前的時間 現在 1320的話 我都沒有想買貨 不過 那句 如果大家有貨的話 都盡量 純粹 這陣子時間 我想 斬的位置 決定性 什麼時候固定買也好 看看業績 業績好的 我不怕買 業績差的話 可能大家減一減榜 沒有辦法 最後 相信他 都是減榜 減一減榜 不過 我也是不離不棄 暫時也是 那 最後看看 有一位朋友 好像說 找位 他買了 363 700 和2020 安達 上實 363 我不看好 另外 安達可能很少 不過也是 一般 另外沽了 166和1600 沒有太多意見 希望回答大家的問題 回答不完 我都會看看明天 重量回答大家 好嗎 現在市場是比較難搞的 自問也覺得是 而且 還是沒有辦法 始終現在看到 香港的科技股 被人不停估 所以都是 沒辦法的 但對於我來說 可能我會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些錢是投資的話 我剛剛提及到 分兩批 所以暫時我都會 先拿實一點 我不會考慮一下 減持住 反而等一下轉 看看我的外股 我都會 我個人信心問題 我都會盡堅持 這個看法 希望我沒錯 那我們明天再見 好嗎 那今天就這麼多了 不好意思太詳細了 但也是明天再見 希望明天的事更好一點 拜拜